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风起洛阳 大家都在猜百里红一兄长是卧底的时候 剧情反转了 大家都在猜百里大郎是卧底的时候剧情反转了 风起洛阳,之兄享有儿地不公 百里家这两个儿子啊 一个名百里红一,性子也是真红一 一个叫百里宽人,却是既不宽也不人 百里家是和洛明门,却也是百公之家 百公者,重物实,重实干,思想上是偏墨家的 所以百里红一一直都说公明仕途不是唯一 天生万物各得其法 他更重视对自身能力的精进,对百公之术的钻研 假如天生六指的是百里红一 他也绝对不会像他兄长那样愤世急俗,心里扭曲 他会更加不为外物所扰,专心致志成为一代江作大将 甚至成就更高于江作之上,因为他百公皆通 所以,在百里家,百里红一是受富足宠爱的孩子 并不是他多么乖巧懂事,而是百里红一无论行为 还是思想都是百公之家的骄傲他天赋异禀 又与世无争,只喜欢钻研技术,只对实干感兴趣 就像祖父百里虎,当初为什么在春秋学功遭排斥 还不是因为祖父百里虎也是喜欢钻研实干的人 却被那些整日经时子籍不离口的人,视为离经叛道搞妖术的 而阿爷百里言,虽然智力值不高 但从圣人口中也好,百里红一口中也好 都可得出他是个尽职尽责,勤勤恳恳搞百公技术的老实人 百公之家,从祖上到百里红一三代 都是务实实干者,这也是百公之家的精神所在 而百里宽人,则不同 他不像百公之家的儿子,他郁郁不得志的根源是他天生六指 但是对于一个百公之家出身的人来讲 六指并不妨碍他学习百公之术,就算不能入室 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身在河洛明门,上书门第 做个将做明家,能功巧将未为不可 不入室也可成为有用之才 哪怕做一个于事无用于极有用之人呢 也不辜负百公之家的养育之恩 但百里宽人不这样做 他相比于务实的百公之术 更喜欢讲经论道的空谈 也难怪他说祖父和阿爷都更宠爱二郎 而不怎么喜欢他 在一家子都是实干家的家庭中 出现一个因为自身缺陷而愤世嫉俗郁郁不得志的孩子 这个孩子还不遵循家风 只想着空谈什么大道 每天不是指摘朝政就是真编实弊 这样换谁家长辈也不会喜欢呢 百里宽人无论从性格还是从思想上 都不像百里家的孩子 百里红义和百里宽人 就像是太极的阴阳 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人性最真善美最光明的一面 一个就像人性最假恶丑最阴暗的一面 永远都只做对的事 牧师心哪 心性就像牧师一样坚毅不移 从不为外物所扰 哪怕是亲兄长在旁边蛊惑 他也绝不动摇半分 哪怕真正的杀阿爷的仇人就在眼前 他也谨记不是只有他的仇 是仇这个道理 百里红义认为对的是 就是这个世界该有他应有的秩序 否则 国将不国 家又何以为家 任何人凭一己私心扰乱秩序 为害的最终都是天下苍生 百里红义让我最佩服的 不是他的天赋异禀 而是他的牧师心 他那如牧师一般坚毅的心性 十分难得 有时候会觉得 这一点王一博跟百里红义如出一辙 挺好笑的一点是 我从百里宽人 还是百里索的时候就猜他是春秋道的 可猜来猜去都在猜百里家出身的人 应该是有什么苦衷 或为圣人卧底 或是前太子遗孤等等吧 但现在呢 以宽郎的手段 他若想留他阿爷一命 并不是做不到 但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我在想 他会不会就是想让二郎入这个局 看着他这个备受宠爱 又身体健全天赋异禀的弟弟 在他设的局里 被他一步步牵着走 没想到啊没想到 就只是一个因身有缺陷 而愤世嫉俗的封逼 就 觉得这个格局是不是有点小了 还有 百里大郎能假死 应该是五大郎帮了忙 所以五大郎和百里大郎要么一同是正派 要么一同反派 这百里大郎和五大郎 应该都是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出身 对社会不满从而偏执地想要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百里大郎是因为天生残疾不得知 五大郎之前提过是因为父母死后 不得已去给圣人试药伤了身子 说起来 他俩都是图洗脑百里红一五大郎这种魅控人设 还能穷凶极恶成神道幕后boss之一 也是有点不可思议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感叹龙生九子了 观众们把剧本想得太完美 实际上人性可能就是如此 很复杂也很简单 百里红一所以太难得了 坚守本心 如赤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